大家好,我是港馬之王Samantha 11月18日沙田日賽 厲害了 一日之內會上現三場國際二級賽 真是不容錯過 而我在這一天特別留意的賽事 就是以下這一場 立即用Race Simulator 跟大家看看形勢 第九場1200米的國際二級賽馬會短途錦標 明星馬雲集 除了有香港的小橋流水和天狗 還有新加坡代表很簡單助陣 而我自己就是天狗的忠實粉絲 他是全場其中一匹狀態最好的賽區 而能力評級就是全場第二高 不知Race Simulator又會怎樣看他的機會呢 一起步的時候 先邊直前很簡單傾力之城 小橋流水天狗差不多同時彈出 雅雪、甜匠、鐵膽龍外跑得不慢 之後還有步步快 紅旗勇將讚畫幾匹大摩馬房的馬 開始轉銀氣彎 為何先邊直前傾力之城這麼快就跟不住 前面變成小橋流水天狗很簡單 一般搶著帶頭 天狗更離譜 走到出錦外碟 想出大步道追車嗎? 進來之後直路了 小橋流水天狗很簡單仍然爭持不下 甜匠、雅雪、愛跑得開始發力追上來 大外當紅旗勇將也衝得挺厲害 最後200米 小橋流水天狗很簡單仍然在前途中 喂 但為何三分馬突然慢了車 外當甜匠多隻都沒有直接追過他們 紅旗勇將又在大外蘭如飛殺上 過終點 甜匠第一 紅旗勇將第二 小橋流水第三 天狗第四 大魔馬房包辦連贏 Race Simulator的形勢就很清楚了 不過我就有這樣的看法 現在一於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的天狗在預設賽果竟然三格不入 相信是因為在中段為了爭奪領先位置而後勁不計 天狗起步後通常只會留守在前領馬後面 加上這次牠排九道 同場有這麼多快馬 我想牠早段很大機會留在較後的位置 至於很簡單 我查過牠在新加坡的慣常跑法 其實跟小橋流水都很相似 應該都不會跑到這麼前 所以我都會將這兩匹馬的跑法調教一下 好,看看天狗這次有甚麼表現 你步的時候 先邊直前很簡單 傾力之城小橋流水天狗差不多平排出閘 雅雪、甜匠、鐵膽龍步步快外跑得不慢 之後還有紅旗勇將讚馬兩匹大魔馬房的馬 開始轉銀氣彎 先邊直前傾力之城仍然拍著放頭 很簡單小橋流水步在三四位 逐步而出外檔走上來 天狗、雅雪亦在內蕩慢慢走上來 甜匠外跑得就在外蕩加速 進入後直路 傾力之城仍然有多少優勢 但小橋流水很簡單 三兩個戰步已經追上來 內蕩的先邊直前期內沒有多少 天狗、雅雪就在內蕩找路上 最後200米 小橋流水率先出頭 很簡單跟隨他上來第二位 但這時候天狗速得很厲害 三兩個戰步已經拍著小橋流水前套 過足點天狗第一、小橋流水第二 很簡單第三、紅旗勇將後上第四 這就是我的深水預測 你都用Race Simulator調教你的深水數據 預測賽果 你還未安裝? 那就立即登入以下這個網址 或者透過這個KR Code 免費下載Race Simulator 至少啦 至少啦